哦 哦 雨好大啊 这个成都这场雨真是让我措手不及啊 不过这次活动还挺有意思的啊 一下飞机直接上车试驾 这辆呢是现在最新款的广季传奇GS8 它的第一代车型出来的时候 我那时候特别想推荐给我爹 又便宜又大 装着一家人出去只要20万不到的这个价钱 哎 性价比特别高 但是呢我那时候去看了车之后呢 我觉得那辆车好像 哎 确实有它便宜的道理 你在很多细节上呢 并不是特别玩笑 但是这一台最新款的GS8 我一上车就感觉 哇 眼前一亮的感觉 这个内饰确实感觉很不一样啊 特别的新潮 超大的中控屏 还有这个超大尺寸的液晶仪表盘啊 确实啊没有沿用那些造车上会有的那种 比较小的设计 还是全部都放大了 这点我还是挺喜欢的 当然这是我对这台车的第一眼的印象啊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台车开到酒店 在路上体验一下 哎 今天第一天呢是一个道路数价 明天呢是一个场地的越野市价 这台车的越野能力到底怎么样的 哎 我也挺好奇的 好 不多说了 走起 机场到高速的这段路确实真的挺破的啊 不过开这种SUV呢 哎 我就喜欢走这种破路 因为毕竟买SUV呢 多少都还是有点通过性要求的啊 那还有一点就是SUV这种车型 因为它的溢价啊普遍都比较大 所以说它的底盘就是能 会比同价位的轿车车型呢 要稍差那么一些 那么烂路呢也确实可以看出这些SUV的底盘的一个橙色来 那么这台GS8 我开上它的第一印象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底盘真的调的还蛮硬朗的 不是特别像现在很多主流的旧品牌SUV 喜欢调的风格 像过马路上的勾勾开上的时候呢 它的路感比较明显 但是呢我不是说它有廉价感啊 因为这种路感呢肯定还是经过修饰的 我自己呢其实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调教风格的啊 不过我觉得可能这个风格更加适合拼运动一些的车啊 这一台大大的纯家用的一个72SUV的话 还是适合再软一点啊 不过明天安排了一个越野环节 在越野的时候呢这种风格应该还蛮适合的 毕竟你要知道自己的轮胎压过了什么东西嘛 是吧 那另外我特别喜欢一点啊 就是这台车的一个刹车的调教 因为我之前试下过引爆啊 引爆它那个刹车的风格 其实我自己并不是特别喜欢 因为它有点为了硬而硬的感觉 就是刻意去营造那种运动车的味道 但是这台GS8呢我觉得它的刹车脚感挑的舒服了很多 尤其是和在城市当中骑力平行的时候 你可以很流合的把车刹下来 一点都不会觉得很突兀 那在今天的道路试驾环节呢 我们先把它的动力总声给聊一聊啊 这个发动机呢252马力400牛米 参数时候很漂亮 跟宝马X5都齐平了啊 那这个变速箱呢 爱信的8AT 那么作为旗舰车型呢 能够搭载爱信的变速箱呢 肯定还是众望所归啊 要知道之前 尝其M6就因为成本的问题 把爱信的6AT换成了7速的DTT 换挡呢也很平顺 跟油门之间的联动呢 配合做的也很好 而且换挡拨拨片 虽然说在舒适模式 以及经济模式下面呢 它是没有用的 但是在运动模式下呢 换挡拨拨的速度 肉眼可见的啊 非常快 降降降降 很跟手 升档也很跟手 这点倒是挺意外的啊 那可以说在运动模式下面呢 整台车的一个驾驶的可控性 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这台车的变速箱 确实跟凯美瑞比较像啊 因为和凯美瑞一样 它在低速的时候呢 考虑到燃热经济性 以及效率之类的问题呢 它会进行锁止 所以说在低速频繁的起停的时候呢 我觉得变速箱 还是有那么一些闯动的感觉的 这一点的话 我算特别讨喜吧 那么这台发动机 它用20万不到的价位 就做到了 宝马 四五十万的一个 动力参数的表现 那不得不说 还是挺厉害的 但是呢 便宜 还是有便宜的道理 那这台发动机的lag 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 你在日常开的时候 比如说怠速到 两千转左右的水平呢 其实它 还是比较慵懒的 那好在呢 为了保持整车的一个高级感 这传奇没有选择 在激速的时候 给你多喷油 一下子把转速拉高 那这样子的话 整个车会显得很不舒服 非常的坏 但是呢 它的代价就是 这台车在低速 你需要动力的时候呢 会比较慵懒 你必须等到转速 超过2500转的时候 那么这个发动机 才能进一步 发挥它的一个 正常的动力表现 当然这个时候 我觉得它的一个动力 还是对得起这个 252马力的一个水平的超车 还是比较轻松顺畅的 不论程式路到了高速上呢 我觉得这台车真的觉醒了 你看我现在120公里的时速巡航 而且我的视频 没有做任何的降噪处理 我唯一能从车厢 听到外面的声音 就是轻微的一些胎噪 以及雨的声音 作为一台方方正正的 很硬朗的一个大SUV车型 这台车的风噪控制 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惊人啊 而且整车的隔音 也做得相当好 那路噪呢 我觉得主要也是因为 它配了四条PS4 如果说四条进行一胎的话 我相信啊 整个隔音肯定会再好一些的 而且呢 这个2.07的动力储备啊 只要过了头段 在高速上的那个加速 真的还是挺棒的 在运动模式下面呢 这台车很容易突破限速 右手还是要小心一点 好现在是第二天啊 往前把这一堆一级S8 拉到了这边 一个很大的试下场地 等一下呢 有金卡纳 也有越野场地 那金卡纳呢 主要是体验它的一个叫 硬自车手的功能 这个功能呢 我昨天大家就简单说了一下 但是我昨天的体验 其实是不完整的 那么在这个金卡纳场地呢 其实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 这个系统的各种特性 那么越野性能 以及四驱性能呢 也是这一次新一代GS8 比较重点的一个升级项目 那么它们到底表现怎么样呢 等下去看一看 看见这个水吗 这个虽然说这个场地是个金卡纳场地 我第一第二圈呢 也是开的比较接近的 但是毕竟我是塞车手 这种环节呢还是得给我出马 你看 全场唯一一个时分 这个水基本上没有洒出来 第三车我开的非常慢 平行时速30公里在那边开 我私有不少塞车手 但是这种比慢的项目 比稳的项目 还是要我这种塞车手出场 那么关于这个影子 车手到底有什么用呢 我刚才跟广泄医学院的工程师 也简单的聊了一下 它的这个功能呢 它其实不是一个电子加速器 它更加类似于集体赛车里面的 一个车身动态控制的这么一个功能 这个系统呢 它其实控制的东西 不光光是节气门 它其实这个功能控制的东西 还是比较复杂的 除了发动机的扭制输出管理 刹车力的出力的管理 ESP的标定 包括四驱系统的工况 它都会进行一个统一的控制 基本上 它都会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 无级的一个控制 所以说这一套系统呢 它其实比我们想象的 确实要复杂一些 而且呢 在这种金卡纳的一个体验环节当中 确实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出差别 尤其是舒适模式 而且在这种金卡纳的一个小场地里面 有很多的急弯确实能够感觉出 这台车在不同模式下的一个明显差别 尤其是我觉得在那个激进模式下面呢 它的车尾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向外甩动 那么在这一种非常大型的一个七度SUV身上呢 有这种特性啊 确实也挺有意思的 那接下来呢 就玩也硬的啊 这边是一个森林越野场地啊 我看了一下项目真的还挺齐全的 那么像GS8呢 其实是一个城市SUV之多啊 那么这种场地 看能不能轻松的过来呢 我们开进去看一张啊 走 我这种offroad的经历其实还是比较少的啊 尤其是开车这么一台城市SUV去offroad 我觉得这个场地其实还是挺硬核的啊 该有的项目也都有 而且你看这车搞得这么脏 其实我觉得啊 以我对越野粗浅的一点概念来说呢 至少啊GS8的这一套四驱系统的一个扭矩分配 还是比较效率的 基本上一个轮胎失去抓地力之后 它几乎马上就会把动力分配给另外一侧 有抓地力的一个轮胎 所以说这一种越野场地呢 其实对它来说的话 还是比较轻松的 那其实换句话来说呢 就是这台车 如果你买的是四驱版的话 还是可以去轻度和一下沙子的 哎 因为这一次活动呢 大部分其实还是侧重于动态部分啊 所以静态部分呢 我也迫不得已安排在了最后啊 那其实这一代GS8呢 给我的感觉啊 是它的内饰以及外观呢 相比上一代 都是有稳步提升的 内饰的用量呢 依然很好 但是加入了更多实行的功能 超大的液晶预表牌 真的是超大啊 以及很大的一个中控屏 各种各样的花售功能也都有 内饰的用量呢 也基本上到处都是软的 那空间呢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那第二排空间呢 可能同级别只有 汉兰达或者图王 可以跟大家拼一拼了 那么这一次的外观设计呢 也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革新 我们可以从它的车身上 看到大量的棱线的直线的元素 使得它的外观呢 比第一代GS8看上去更加硬朗 更加有男子气感 包括满天星的大嘴呢 也是时下不较流行的设计 那么大灯呢 也是和第一代一样啊 采用了四个点阵的那么一个矩阵式的设计 那其实这个的细节能够保留啊 确实挺好的 因为这个设计呢 在之前啊就饱受好评 不过呢很多人会把这台车 跟汉兰达放在一起进行对比 大家都知道啊 哈兰达 包括GS8这类车的异象群体呢 哎 普遍都是爸爸叔叔级的了 那么这些人呢 他可能在选车上呢 会比较偏保守 这台GS8比较个性化 比较硬朗 比较昭耀的一个外观 会不会获得他们的青睐呢 当然我觉得这台车 至少在驾控内饰空间上面呢 并没有差不多的短板 它的销量预期呢 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 好的 那GS8的燃油版体验就到这里了 那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